大家好我是王春聖 欢迎收看春秋鼎盛 这个节目含金量最高 鸿海是不是继续在破200块之下 你会怕吗 记住28法则 老师待会这部门会继续跟你说 什么是28法则 跟着老师一起来布局 12月准备要起涨的股票 来拿起你的手机 把这两个QR后 全部扫起来带回家 有空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划 都可以来观察老师的影片 以及老师在盘中的讯息 LINE的部分你可以直接搜索 老师LINE的ID 小老鼠小写的A1377 Telegram的部分 直接搜索ID 小写的A0277251377 李嘉诚说一句话 百分之八十的人 如果说他穿这件衣服好看的话 他就一定会买了 但是一个生意 如果被他遇上了 8成的人跟我讲 可以做 他就中逾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投资的事情 百分之八十的人跟你讲 换自己股票 乱乱一堆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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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heating thing you're not rico 真正钳硬硬 S 那时候全市场最疯狂的是什么 高配息的ETF码 是不是很多人都在买 轰动大街小巷 连金管会出来都要制止了 很夸张 结果你现在去回头去看 那一些买ETF的 跟今天为止有贪钱 有没有赚到他想赚的 他是不是赚到了利息亏掉什么 本金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二八法则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持续在高档 那你还记得吗 很多人跟你讲买美债ETF 因为降息之后你就会赚钱 老师右下方的部分 有个三角形的部分 就是9月18号连准会降息两码 那11月18号是不是又在降一码 一共降了三码 你看趋势你就知道 非常清楚 有赚到钱吗 你在联准会降息之前 9月18之前你买进的 你到目前有没有赚到钱 非常清楚吗 那当然了 有一些是因为美元走强的关系 所以你自己要去分清楚 你到底是赚了会差 还是所谓的资本利得的部分 因为你投资的部分 现在10年期公债值利率的部分 这两天下降下来代表什么 你的公债价格已经涨了 但是会继续延续下去吗 12月目前大概有六成左右的几率会再度降音 会再度降音 但是你这个时候还要继续买吗 你想要继续抄底吗 前面的经验已经告诉你了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特别是在投资这件事情上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联准会 他的11月的会议记录已经公告出来了 对不对 为了以后利率跟接近什么 中性水位 也就是说降息的第一个目标 通膨率的部分 现在已经大幅的降下来了 不需要一直急着一直降 不需要 接下来就是要看什么 经济数据嘛 对不对 如果通膨继续延迟呢 他们也不排除什么 暂停降息嘛 所以就是一切依照数据来做行动为准则嘛 那另外美国经济到底好不好 还记得8月初 9月初两次股灾都是跟你讲什么 美国经济会不好 会不好 结果呢 美国第三季GDPR 激增年率多少 2.8% 第一季才1.4% 第二季多少是3% 那第三季的部分是2.8% 有变差吗 成长幅度掉了一点点 但是跟去年比起来 还是往上在增长 而且是大幅增长嘛 虽然经济还是非常的乐观 那10月份耐久才订单呢 低于预期嘛 但是月增的部分还是0.2%嘛 还是小幅的上升嘛 那下一个月降息一码的几率逼近六成了嘛 对不对 经济问题没有问题 那就业市场呢 上礼拜初领事业金人 是不是又往下降了 创三年新低啊 代表他就业市场还是非常的稳健啦 之后就是要看什么通膨嘛 那通膨大家可以看到嘛 这几天石油黄金是不是都跌下来 因为中东前市已经趋缓了嘛 所以整个掉下来 那通膨呢 是不是要准备要掉下来啦 那所以啊 下一个月降息几率是不是又开始往上升了 来 我们来看啊 昨天啊 台股跌300多点 对不对 国家队大开极啦 八大公股韩库全部都进去户啦 而且啊 昨天啊买了多少 111亿 111亿 八大公股韩库 昨天一天就买了100多亿了 对不对 那都买什么 台积电 对不对 鸿海 这些他都在买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川普讲了嘛 他要科重税嘛 对关税的部分啦 另外一部分啊 也传出声音啊 晶片法案之前的补贴 对不对 也要拿出来检讨 那受塞最严重的就是谁 有拿补贴的人嘛 所以台积电今天是不是大家瞩目的所在 啊 所以啊 官股为什么马台积电非常清楚嘛 因为他就是要护着他嘛 他是护国神山啊 啊 接下来我们看啊 加权指数的部分喔 今天啊 拉一个下引线喔 这个下引线喔 有多长 一百七十几点 一百七十几点喔 那成交量的部分呢 啊 三千两百四十八亿喔 还没有很大幅的增加喔 但是啊 已经运量准备要反攻的契机了喔 待会我会告诉你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的部分喔 外资今天卖九十八亿对不对 投信呢买了三十六亿 自营商卖了八十一亿 三大法人今天还在卖嘛 继续卖一百多亿嘛 但是你有发现 大盘的跌幅变小了 今天只跌多少 三十五点啊 啊盘中呢跌了两百多点啊 恐慌情绪又来 因为今天怎样 啊报纸写的国家队进场了 所以指数一开高 大家就开始卖了嘛 对不对 特别是那两个利空嘛 川普2.0啊 科关税啊 晶片法案检讨 是不是就打下来了啊 啊那OTC的部分呢 今天跌势比较重 因为全资股才开始要稳而已嘛 而且啊 台积电盘中有没有 是不是有跌破一千块大罐啊 啊OTC的部分啊 啊今天跌多少 2.58点跌了一趴啊 啊那成交量部分啊 来到了900亿啊 这部分你注意看啊 他跌破年线啊 要赶快站上去啊 要不然整理时间 就要变长了 好接下来 老师刚刚跟你讲嘛 那那么长的下引线是做什么 准备反攻的契机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F4的部分啊 台积电尾盘是不是拉上来了啊 盘中九点多的时候 是不是杀到最低 啊 他说高粱拌一时 杀生隆隆嘛 台200几点 但是尾盘呢 你看台积电 收红涨5块啊 红海呢 啊 跌幅收链 剩下跌一块 对不对 那联发科呢 收红涨5块 那广达呢 涨1.5块 什么都没有说 代表什么 真的有人在下面接 国家队又来接他们了 对不对 好 台积电的部分啊 你自己看 K棒 T字形 对不对 是不是要一根下引线 而且老师啊 盘中啊 接受采访的时候 你看啊 10点54分啊 第二篇报导出来 就跟你讲了 在这边啊 老师就不一一念啊 重点的是跟你讲什么 台积电千块 千元的部分 是暂时的跌破 很快就会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基本面 真的是非常强劲 对不对 今年要赚44块嘛 4个股本 明年要赚6个股本 后年要赚将近8个股本 这么强劲的 基本面 你在怕什么 跌破千块 反而是你进场的好时机嘛 那今天呢 收多少 一千零五块 那很多人一定会问说 只有一天而已 明天继续看 没关系 你继续看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在千元之下的机会不多 有掉下来 你反而要高兴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盘中没有接到了 没关系 老师告诉你 你还有机会 对不对 即使差了五块十块 你会在意吗 等到台积电 那如外资所讲的 如果涨到两千块的时候 你还会在意这个五块十块钱吗 完全不会吧 对不对 好来 接下来看 2317的鸿海 对不对 台积电刚才已经讲了 这一次晶片法案是不是 他拿到补助 那是不是他也会有问题 那关税要磕 他也跑不掉 对不对 好那鸿海呢 鸿海有晶片补助吗 没有啊 他只有GP200部分 对不对 AI晶片的部分 可能会受伤 对不对 但是老师这两天 已经在节目中一直跟大家讲 他受伤的幅度绝对是小的 没有其他家那么大 对不对 那今天跌一块钱 对不对 季线虽然跌破了 但是大家注意看 今天还是要收一个下影线 今天打到最多多少 193块 193块 国家都会不会进去买 很清楚嘛 对不对 好来 鸿海老师继续跟你讲 他全球的生产基地 非常的多 那这一次 AI伺服器的话 主要三个生产距地 第一个台湾 第二个墨西哥 第三个是什么 美国 好我们先排除 美国绝对不会磕自己重税 对不对 没有关税的问题 好墨西哥呢 墨西哥会嘛 对不对 台湾会不会 也有可能会嘛 好那接下来呢 很简单啊 你看一下 云端伺服器公司的部分 阿玛龙 他的伺服器啊 放在哪边 老师圈起来的地方 是不是美国 那其他点点点的地方 全世界各地都有 那很简单嘛 红海他出货的地方 美国的部分 就由美国的 生产的去出就好了嘛 那其他世界各地的部分呢 由墨西哥 台湾再出来就好了 会被磕到关税吗 完全不会被磕到嘛 对不对 好那看Google的部分 你看他云端伺服器中心 在哪边 除了美国老师圈起来的地方之外 世界其他地方是不是还有 包括台湾也有 好那你要组装AI伺服器的话 放在哪边 当然是就近就出了嘛 比如说你台湾有AI伺服器中心的 但台湾组装完就直接出了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美国的当地直接供应 没有关税的问题啊 那墨西哥呢 欧洲的地方他去供应啊 南美他去供应 会不会被磕到关税 是不是没事啊 而且有一个重点啊 你要再想一件事情啊 如果他全球化的生产的话 他没有影响 那他的竞争对手会怎么办 是不是成本就增加了 但是这个成本 是生产者要吸收的吗 要看他的贸易条件 要看贸易条件 如果你是在港口就已经交货的 关税基本上啊 就是没有你的关系啊 通常都是买方的 所以啊 不要想说 关税提高之后 他会转嫁给生产者 因为生产者 只要没有利润 他会接这个订单吗 就不会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留意的部分 反而啊 川普这一次啊 全球大科税的状况之下 关税提高 保护主义开始 啊 美国的通膨就要小心了 因为什么东西 都要往上增加 成本嘛 对不对 那相对来讲嘛 他们通膨上升了 经济看起来是好的 但是购买力会变怎样 就是往下掉了啊 来 鸿海第四季好不好 第四季还不错啦 对不对 整体而言 还是持续往上了 特别在哪一块 消费智能的部分啊 跟第三季比起来 是持续往上了 代表 苹果组装的继续出货 对不对 那云端网路的部分呢 跟去年比起来 大幅成长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原件以及其他构建的部分啊 跟第三季比 还是持续往上 跟去年比 是持平的 那唯一比较不足的是什么 电脑终端的部分啊 是往下修正的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啊 带有电脑 已经公告出他的财报了嘛 不好嘛 对不对 营收展望不加嘛 HP也不加嘛 所以啊 换基潮的部分啊 还没有正式开始哦 但是整个第四季 对鸿海来讲 还是正面往上的哦 来 那鸿海这一波 就是因为AI伺服器嘛 对不对 那AI伺服器 在去年 占他整体伺服器的部分啊 达到三成 那今年第一季 已经来到四成了 第二季超过四成 准备往五成迈进了哦 你还记得前几天啊 老师在节目中 是不是有拿给你们看 FII的草莉报 已经跟你讲了工业复联 他AI伺服器 已经占他伺服器的百分之多到 48% 是要到五成 所以啊 鸿海明年整个病下来的话 达到五成的几率 真的是非常的高 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些AI伺服器 出货的都是什么系列的 H系列的而已哦 并不是大量哦 GV200的部分啊 鸿海拔得头筹 占了六成的订单 他才是最大量的啊 什么时候出货 12月开始少量出货嘛 那明年第一季 开始大量出货 那开始大量出货的时候 那市场杂音是不是来了 市场因为现在外资空单比较多嘛 各种消息都一定会下你啊 多下你几次行情就来了 对不对啊 那GV200的部分 你看吧 长线持续看好了 会因为川普科关税 或者是晶片法案要重新检讨 大家就不用AI伺服器了吗 还是一样要用嘛 对不对 只是成本算在谁身上而已嘛 那你生产者的部分 就像鸿海 亏钱的订单他要接吗 你想清楚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很显然的 明年大出货的时候 营收要不要往上 要嘛 那获利呢 也要往上 鸿海零件的部分啊 自制率八成 同业才五成而已 对不对 而且啊 他的是全球化的生产啊 他现在有八座灯塔工厂 灯塔工厂代表什么 高度的什么东西 自动化设备 等于是机器人在里面啊 帮你加工制造而已啊 根本很少用到人工的部分 当这些灯塔工厂越来越多的时候 鸿海的制造力会不会越来越强 他的成本就会涨下来嘛 毛利就会出来嘛 所以为什么 长期看起来鸿海 AI伺服器的霸主绝对是会他 另外啊 大户筹码的部分啊 大家已经看了好几次了对不对 老师跟你讲 重点来了 千张大户上礼拜没有增加 维持在48户 那散户呢 还是持续在卖 筹码多入到大户手上嘛 那这两个礼拜 外资在砍 对不对 大家会认为筹码冲动嘛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大主力 我们的大主力 国家队 这支看不见的时候 有没有进场买 有嘛 分散的买 让你说看不出来而已嘛 来 金宝2312的金宝消费性电子 即使机器人概念 对不对 今天拍一支跌平板给你 但是老师要跟你说 我们买的点位在哪里 28块我 今天跌平板多少 老师问你有贪金吗 绝对有贪的嘛 为什么 因为我们成本过低 我们早就进场了 所以啊 一定赚 对不对 好 10月的风云榜 你看我们迅猛龙的部分 6438的迅德 66% 你一张就贪要10万了 对不对 再一个 红准 金宝 川湖 JPPKY 什么都贪金 来 很重要 你要跟老师的话 非常简单 不管你要追踪老师的影片 或者是老师的股票 直接 扫老师的LINE AD就好了 LINE ID 小老鼠小写A1377 Telegram的部分呢 直接搜索ID 小写A 027725 1377 那现在投资朋友啊 这两天如果你有受伤的 你不知道怎么办的 或者你想要知道 红海未来如何去操作呢 非常简单 你直接在LINE AD私讯老师就可以了 记住啊 留下你的股票啊 成本以及张数 那最重要的是留下什么 你的姓名电话 这样子 我们才有办法回播给你 告诉你未来如何处理 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节目到这边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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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来看看 山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 中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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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